大家好,欢迎收看白看影谈 原原相报和失了 这是看完七日复仇这部影片最直观的感受 原本哈梅尔一生一家生活在德拉蒙 德维尔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 可就在一个秋天的下午 打破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哈梅尔的女儿被抢劫后杀害 在凶手被逮捕后 哈梅尔认为不能就这样 轻易的让凶手在监狱中度过 影片中的哈梅尔和老婆在通电话时 由于他老婆的电话已经被监控 所以有一段是他和警方的对话 其中一名警官的妻子半年前在超市被枪杀 当哈梅尔问这个警官 想不想为他妻子报仇的时候 警官毫无疑问地说 想但是我知道那毫无意义 简单的一句话 发生出哈梅尔经过打击后 走向极端的心理 警官也是理解哈梅尔的心情与感受 甚至失去妻子的警官和哈梅尔能做到感同身受 但这名警官比哈梅尔要理智 他并不认同哈梅尔的做法 促使哈梅尔产生这种复仇计划的原因 并不单单是为了替女儿报仇 让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 他对于女儿的愧疚 如果那天他亲自开车送女儿去上学 如果没有把电话线拔掉 也许这一线被剧就不会发生 遗憾的是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和后果 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是 哈梅尔绑架了罪犯之后 第二次与他老婆通电话 没有一丝温暖安慰的话语 没有相互鼓励的信念 相反双方互相退卸责任 他说他贪图享受高潮的时候 他的女儿正被抢劫 他说他没有尽到父亲应尽的责任 争执越演越烈 女儿出世 父母相互接短处 看到这里的时候 真的值得所有身为父母的人 深深的反思一下 当孩子发生意外时 父母能做的只有复仇和退卸责任吗 这样心底真的能有一次舒适吗 之后的情节就是哈梅尔以暴之暴 他的内心是挣扎的 是站在法律与道德左右为难 深深的愧疚感 愤怒悲伤 将他层层包围 压得他喘不过气 致使他越过了法律 做自己内心最想做的事情 以至于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这部影片虽然是归类于惊悚的电影 很多人听到影片的名字时 肯定以为是一部鬼片 然而在影片中 连个鬼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于是剧情为观众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制片人在封面的制作上 也是下了心思的 满屏幕的血 成功地勾引起了那些恐怖片 骨灰激爱好者 但是影片中有些场面 过于虚假 就像是哈梅尔的女儿 被发现时候的场景 仅仅是一个下午 就算是强奸之后被杀害的 也不注意整具尸体像个丧尸一样啊 影片最后 哈梅尔出现幻觉 看到了女儿 那也许是此刻的他 心里唯一不黑暗的地方 他轻轻的抚摸着他的手 最后是声痛哭 也许很多人会问 复仇会带来解脱吗 答案显然是不会 复仇开始的时候是痛快 之后就会变成黎明不断的痛苦 也告诫着我们 无论以后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 都要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才是最正义的行为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